台湖列治大風暴尼格重創菲律賓南部 造成最少72死30多人受傷 地隔的陣風風力達到每小時160公里 並帶來暴雨 多處水浸和山梨傾瀉 在重災區馬京達路省 有村莊的幾十間房屋被山梨掩埋 60名村民下落不明 救援人員在村內沉獲11具屍體 大部份是小朋友 當局已加派軍隊和警員都現場受救 本港天文台預測 尼格會在今明兩天橫過菲律賓中部 進入南海中部 之後採取較偏北的路徑 移近華南沿岸 預測明晚會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內 天文台會視乎尼格的發展動向 在明晚至星期一早上 考慮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另外一股東北季後風補充 會在下星期初抵達華南 與尼格基共同影響下 下星期初至中期風勢頗大 下星期初至中期風勢頂 高評判